大家好,今天这期客厅也是好多与众不同的定制 这是一枚阿富汗B戏做的一个非常时尚的戒指 这个B戏是湖南色调的 然后做的这个戒指真的是超级酷 一个典型的宽戒指 我们来分享的是一个超级酷的阿富汗B戏戒指 它是一个很宽的竖金戒指 戴上手真的是超酷 因为是客户的我就不给你们戴了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它时尚的样子 对呢,是Aquia的耳钉 看一下这个珠光真的是非常细腻 这个男生的戒指中间点缀的是皇家男 18K金黄色 用的是磨砂的质感 所以说非常的质朴有形 这枚批修的戒指用的是钻石围绕 衬得非常的闪耀又很古典 招财劲宝 非常的有寓意 看了这枚戒指相信你一定会get到 缅甸红宝石的魅力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闪 像这种活彩的话 真的也是缅甸红宝石的一个特质呀 一闪一闪 小星星 太好看了 是客户的婚戒 非常华丽的一个款 中间的蓝宝石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钻石很闪耀 上手又简单又大方 祝福客户 是客户的一个求婚戒指 选择的是一枚红宝石 因为她的女朋友的名字是有一个草字头 所以说右边是水草 左边呢是海浪 因为女朋友喜欢看海 哇 真的是好浪漫啊 天哪 每天都在吃狗粮的日子 是一枚非常华丽的沙克莱的项链 绕了两圈钻石 真的是重工相欠呀 非常的漂亮 春意盎然 在冬天期待春天 冰种的佛弓 用了绿色的去点植以后 趁着它就更冰更润了 一看就特别的精致 南带观音女带佛 祝福客户 希望客户有好运气 这个翡翠的冰淡面 磕磕都是双眼皮 非常有质量 然后搭配上了钻石 一个简单的锁骨链 却显得格外的不一样 精致优雅 这个平安扣 就像一幅山水花一样的 非常的美 我们做的是一个很灵活的设计 它在中间是可以这样的转动的 山水田园 是我们永远的一个情节 这个甜甜圈也是非常冰润的 真的是起焦起光啊 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祥云吊环 希望能够让客户平安顺意 北翠跟南暴石的结合 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上升也很特别 客户自己设计的款式 真的好特别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还没有看够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 我会每天为大家分享裸食和定制 再见 拜拜